馬上巴黎奧運就要登場在7月多 其實倒數不到80天 那今天我們來到這邊呢 也是要來關心我們中華隊 國手們的這個訓練狀況 今天非常非常幸運 來到了這個唐家弘亞洲貓王 也就是我們的單槓好手 他的這個訓練場地 就是台式大這邊 他相當相當的幸運呢 這一次學校為他舉辦了一個 有點像是模擬考的行事 什麼是模擬考呢 也就是說呢 在現在他練習這個場地呢 營造出一個國際賽事的感覺 也讓他提前來先體驗一下 這個高壓的感覺 那今天呢 他今天搬出的這個動作 也是到時候在國際這個奧運上呢 的這個決賽的動作 那他表現究竟如何呢 看一下稍早畫面 老師只有跟我說 今天有一些記者會來 可能校長會來 然後就是會來看我脫套 這樣子 那其實今天來的時候才發現說 哇今天原來陣仗這麼大 馬上就是要調整這個心理的狀態 那其實剛剛 剛剛有做一些 就是稍微有一些失誤的動作 其實算是我最拿手的動作 就是貓跳五百四的動作 對 那其實這個動作會發生失誤 其實自己也是 有一些需要可以調整的地方 那會進一步再跟士昂老師這邊 去溝通所有 包括心理 包括基礎上的問題 那第一套動作的時候他自己也說了 他的這個狀態沒有調整好 因為有點小緊張 今天的這個陣仗有一些大 所以呢在落地的時候 手沒有抓好是摔在地上 是沒有完成整套動作的 但馬上呢他調整好心態之後 在第二次第二套動作的時候就完美落地 那當然現場的媒體啊 還有現場的小學弟小學妹們 也是給他鼓舞給他掌聲 那他也說這一次的這個壓力測試呢 也讓他知道說他有哪些地方需要去更精進的 那也讓他呢可以靜下心來 在接下來往其他國際賽事上 或是接下來再往這個奧運賽事上的時候呢 可以做更多的調整